大家好,我是史新宇,Ella,很高兴的今天参加燕大侠的节目 新宇,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呀,好呀 讲一下自己的故事 我叫Ella,然后叫了中文名叫史新宇 然后我是一个经济和昆取的学生 然后我们,我现在在加拿大表演一些经济和昆取 然后我自己也有在经营一家费英力组织叫回响传统文化研究社 然后我们就是合格上,我们做一些传统艺术的表演 然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推广 我们自己有办演出在这个周六 然后9月9号我们就要办我们成立以来的第二次演出 我们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你怎么样喜欢上你现在做的事情 当中有什么契机 小的时候学了很多不一样的传统文化的内容 然后基本上是琴棋书画都有涉猎 然后戏曲的话应该是最喜欢的吧 就是其实也没有说 其实我经常被问问题就是不是比如说是李安世佳 或者是家里就有其他人比如爱好或者是做这样的职业 但其实我自己是真的是自己很喜欢 然后从小就是看电视就喜欢自己 然后就去学习一直学了十多年 然后到现在还在学习 在多伦多大学学什么专业 我现在是学传媒和艺术学两个专业 在加拿大多少年了 我是13岁的时候 2015年过来的加拿大 我是02年生人 然后13岁过来加拿大 到现在快10年了 8年左右 现在是21岁 你非常优秀 谢谢 做这个昆曲 从多大开始做 五岁半开始去学京剧 然后学京剧学了快有10年吧 然后再唱昆曲大概三年左右 所以自己在学 你父母和这个你现在做的事里有关系吗 他们很支持 但是其实他们也没有说这种专业的背景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说我喜欢 然后妈妈就说 那就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去学吧 然后好好去学 所以就这样去开始的 你爸当了你自己的事业吗 我想会是一个长久的爱好吧 可能是会是一个做一类子的事情 但是也许不是我全职的工作 但是我一定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热爱的事情 我也很喜欢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心里获得很多的满足 这是你的人多吗 你讲一讲你周围的一些小伙伴 我想还应该可算蛮多的吧 因为在多伦多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然后华人的密集度也比较高 实际上我还挺惊喜的 在一开始能找到一些 跟我有相似的经历 然后从小学习过这些艺术的伙伴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演出 一起来做非应力组织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吧 演出的机会也很多 还好 其实有很多 在多伦多以及周围城市的一些能画节 有很多的都会邀请到我们 然后包括有春节的时候 也就非常非常忙 因为春节有好多好多的活动 包括春晚呀 然后其他的一些晚餐会 然后其实也不算很少吧 我觉得我觉得已经很羞愿 有现在的这些表演的机会 包括今天在龙文化节 也是一个很好的舞台 那么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好朋友 那一定会特别的 心灵的大海 是云天花 云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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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花是 云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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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专业精神均令人叹为观智 首先令人叹服的是化妆过程 其次是舞台演出的唱腔和走台步 看他化妆就用了两三个小时 步骤有拍底色、拍腮红、定妆、 涂胭脂、画眼圈、画眉毛、画嘴唇、 乐头、贴片子、梳渣、插带头面等程序 其中脸部上彩还要带网巾、掉眼睛 发饰的处理包括贴片子、梳大头、 带水发和病发等 然后系水纱 化妆完毕后再穿布袜、靴子 带戏罐、穿戏服 然后才走向舞台 精益求精简直到了极致 声音量 愿意 comments 声音�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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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的游泳沙沙 哪一條 無所謂的八七五座 從這七八根 一條火邊還有一條 加上去 一一一 心里的雨霞 若根平安 我都怕我 生日的笑 你心里的快 心里的风天 我又 我又 和 和 和 谢谢您观看燕大侠三天世界 我是燕大侠 请您关注和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